好主席,我們請部長還有這個市長,還有我們農委會的這個副主委 好,我們請張部長以及楊署長還有陳副主委 陳委員長 好部長,我想這個我們嵌入外患 我們今天算是第三次我們為了這個水患的治理 我們希望我們的這個行政院能夠提出版本 總算今天算是提出來了 我們第一次第二次都是我們這個委員會自己提出的版本 那我想這個所謂的苦民所苦這幾年來水患的問題 事實上尤其是我們南部地區,雲嘉蘭的地區 是內心心理上的痛 我想每一次的風災水災造成的災害對於南部地區都是一個不公平的 為什麼我們平平台灣人民我們到底這個地方 我們就風災水災我們就要去吃水 我想這個我們心理上是都很難過 尤其是看到北部的季範河的一個整治完成以後 十字啊這些地方的地區一隻一隻都在蓋 我們每次看到我們的漏風 我們的這個農田被水淹了 尤其這一次的這個我們部主的香瓜阿嬤 我想這個畫面播出來以後實際上很多很多人都非常的同情 尤其是看到雲嘉蘭的不管是施資文縣長或是彰化館縣長 跪求預算 施縣長還到行政院跪下去 要拜託我們能夠編列這個特別預算 希望8年800億這個計畫能夠繼續延續 那今天這個總算看到了我們行政院版的這個六連這個600億 但是大家都知道民進黨主政的時候把8連800億這個計畫定為一煙水第七 這個水患助理特別條例 那今天我們看到您的這個你們這個提出來的這個計畫 這個把它改成叫做這個流域總和助理特別條例 那我要在這裡這個請問這個部長 你們看到這個這個特別條例的這個內容 視乎看起來就是涉及的範圍變成很廣 過去這個我們的這個所謂液煙水第七 就很清楚我們這個就針對我們的一個範圍 就是這個液煙水的一個範圍 大家看看今天今天裡面這個條例裡面的內容 是是包山包海喔 定義就是稍微扯上邊就可以變成是我們的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流域的一個總和治理計畫 那這樣子的話你們看起來就是範圍變大了 但是經費變少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一個這個這個計畫會不會落實 部長你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我覺得這個陳委員提這個問題是非常好 也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基本上我們對於這個液煙水地區的這個水患的治理 並沒有停止 在之前只是說這個計畫結束之前是用特別條例 但是結束以後我們有考慮兩個方案 是兩岸併程的方式在跟行政院在審查 那麼其中一個就是公務預算繼續來執行 另外一個就是今天的特別預算 因為特別預算要涉及到修法 所以我們才提這個法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個呢為什麼我們這個變成流域中和治理 因為我們水利署有很長時間的治水的經驗 他們非常知道今天治水不是說你這個地方淹水 我就把這個地方排水做好了 就淹水問題去解決 你必須要考慮到上游下游一個整體的觀念 才能夠根本的解決 不是頭痛一筒腳痛一腳嘛 所以才把這個所謂治理的這個範圍加大 但是它的目標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今天如果你不把上游下游的問題解決 部長我們當然都知道目標是要治理水患 這個是怎樣 但是你現在我們看到你現在這個區域 是加大的喔 不是因為你能液淹水的地區很清楚 比如說這個地方液淹水 但是你為什麼液淹水 你上游要考慮啊 你上游不考慮的話 你這邊把它這個什麼排水啊 這些東西弄完了以後還是會淹啊 所以我們以前我們以前是限定在這個 所謂限管核酸啊七排啦 那但是現在看到你們所提到的 已經不只是這樣子了喔 範圍變加大了喔 因為這個就是 而且譬如像中央這個橋樑 這個也是變成是你們要改善的範圍之內的喔 那以前過去這些中央的這個橋樑的改善 事後或許是就是交通部要編內 公務醫院來處理 現在已經不是了喔 如果是這樣子納下去 等於都是我們在這六年六百億的計畫裡面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未來看起來就是好像沒完沒了啦 等於越做越大啦 範圍就越大 那你的經費變成八年變成縮短六年 那這樣子的話夠不夠 我想這一點是我們要今天提出來質詢的 我們看到了你似乎在整個這個 這個這個內容裡面齁 事實上都沒有要講 尤其是像像我們在提出來的 過去我們八年八百億齁 齁我們的計畫內容是 以前齁在規劃的一個報告裡面 都是十年二十五年齁 十年到二十五年的所謂這個 這個黃黃頻率齁 沒有錯吧 那現在看起來你們這一次的計畫 也是一樣用這個 所以我今天看我們今天在講的這個 就是說你們的計畫內容都沒有定 你們過去的規劃報告大概都是十年二十五年 在這一次裡面齁 我要提醒你 像這一次譚美齁 康瑞的颱風 就不是這樣子齁 這一次都是氣候異常齁 以前都我們的規劃都十年二十五年齁 現在不是 現在動不動都是一百年的黃黃頻率 兩百年的黃黃頻率 像這兩次颱風 像大林、溪口、民窮 這一次的風災 為什麼會淹水 過去那裡不會淹水 為什麼會淹水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 這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情況發生 譬如我們民窮 民窮這一次為什麼淹水 主要是那個三個 這個排水 灌一片我們的民窮大排 然後拼一片 拼一片 架那邊 裝便做裝 沒辦法抵擋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就是這一次的雨 就是下的就是一百年的黃黃頻率 讓老百姓沒有感覺到 這是天災你知道嗎 所以我今天主要是要告訴你說 你這個計畫內容也沒有定喔 也沒有定喔 你就是好像是就是說 過去過去就是十年二十五年 但是我今天要提醒你就是說 像現在這種氣候異常 所造成的災害 事實上你們在這一次的計畫內容 你們應該要一定一併納入考量 我這樣講你了解我意思 我當然了解 我只是要告訴你 部長也好或者是 考慮到一百年或者兩百年 當然你可能 我們今天要講說 有部分的一些重點地區 就是 這個 這是就是人口籌密的這些地區 事實上 像這種黃黃頻率應該要提高 對 應該要提高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真正 保護我們這些人民的生命財產 要不然的話 以現在裡面的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另外我要在這裡齁 用地費用 我想 我想過去的八年八百億的用地的取得 跟現在我們這一次的用地取得 事實上我們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但是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你的所謂的用地取得在這一次裡面齁 這一次的條例裡面 也沒有特別提到所謂用地補助的問題 那我今天要特別要在這裡提出來齁 事實上 用地還是有 沒有 那我今天要在 譬如說 譬如說嘉義 譬如八年八百億的用地齁 在整個八年計畫裡面 我們總共六億 大概用地的一個補助六億 但是 水利費就拿了兩億 台糖就拿一億 市長你了解我在講什麼嗎 那你想想想看 水利費過季這些七排 要移交給縣市政府的時候 那事實上 事實上是應該連土地都要移交過來的 哪有說維護管理是縣市政府在管的 但你土地等一下我們要 我們要做的時候 又要向你水利費來徵收 這沒道理啊 你你你你你你 還有像土 像台糖 我們如果我們要做水利 我們要做七排 我們的土地徵收 這個龍鐵國有財產期是五場提供 為什麼 台糖一定要土地一定要賣給我們 地方政府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水販的問題 如果需要用到土地的 像這個水利費的 像我們這個 這個台糖的 事實上都不應該 都不應該齁 要要像地方政府 或者像我們水利費 還要這個土地費用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也要在這一次的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特別條例裡面 我們應該要納入 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徹底的來解決 另外我想要在這裡 再一分鐘 這個 副主委 在這裡 我想水利費是你們管的啦 好水利費 但現在目前南城 南京辦有一些問題 就是現在的 農地有 灌溉區 跟灌溉區 對不對 對 沒錯 那現在 好像我們農田水利族 所督導的水利費 只有在廣灌溉區 那灌溉區 那灌溉區怎麼辦 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水利費 自始至終 沒有特別去 去關心到灌溉區 我們像民雄地基 這樣做 做成這樣 做成這樣 都要去拆架 拆架之後 現在 人家減去 減去地方 政府就要去去方針 他們就跟你說 沒有你 我們要水 沒有你幫我 幫我幫我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 跟委員報告 那個灌溉區 現在有38萬公頃 灌溉區還有43萬公頃 農會部成立以後 非灌溉區 通過交給農委會來管理 這跟委員報告 第二個 老村現在沒水的地方 我們很多人的福德 用滴灌的方式 現在有這個福德 到現在為止 我想這是一個問題 譬如說 一家庭 加一家庭 三千多基 借 但是事實上 二十多基 是效果的 村都沒有效果的 是問題 我們要正視這個問題 你不能夠 中央要管的東西 你不去規劃 然後把這種事情 丟給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是沒有辦法去處理的 不可能 我們這個地方是 跟民眾 站在一個對立面裡 再請農委會 將詳細資料 我想今天 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 當然 我們八年八百億 我們六年六百億 事實上 很多人都認為 經費是不夠 所以我還在這裡 還是具體建議 既然 政府有心 要把水患 做一個徹底的 處理 我們還是認為 乾脆 我們還是以八年 八百億 來編內這個特別預算 我想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把這個事情 做一個徹底的解決 好 謝謝